来来来 寇姐 大安区的选民能接受吗 当然不能 即使你问到是林毅华 或是国民党的死忠支持者 他敢站出来说是 完全没有理亏的问题吗 否则的话 王兴怡 钟佩军 加上好几个 他们大安区的秦桧珠 这些人 为什么讲话都非常不客气呢 只有王洪威是睁眼说瞎话 说没有听到杂音 明明杂音就在他的市议会的旁边 所以每一个政党 他在某种发展当中 就会为了个人的私利 或者是领导人 他在判断的时候 被某些资讯给蒙蔽 然后就发生重大的缺失 会发生外溢效应 我敢说 如果你朱立伦已经真的 跟林毅华还有图谋 然后还指示蒋万安 做那个小傀儡 接受你跟林毅华 还有什么曾明中这种 世袭交接给自己人的一个区域立委的这样做法 这个叫做一师五十命 你下一次2024的选举 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倒了 曾明中在大安区选得上吗 大安区没有年轻人吗 就算是我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浪费公帕这个话都敢讲出来 蒋万安居然还敢说 他用政绩来证明 那你这个副市长就不要了嘛 那个有一个台北市议员 应该是王欣宇说的嘛 他说如果一个多月都可以不要有副市长 那就叫李四川一个人坐下去好了嘛 那你叫李一华继续的做那个大安区的委员嘛 大安区现在的这件事情 印证了国民党的朱立伦 以及朱立伦们这些诸侯式的这个政治想法 他们不是在想一个中国国民党 他想的是自己 那你的诸侯式的这个运作操作 在花莲就输了 那个傅宫旗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党部的这个主委 然后让张俊去选 结果呢在地的无党籍的跟民进党的这个议员 一联手把你国民党你附加王朝 你附加的傀儡都给砍掉了 那你现在这种诸侯的做法 在其他的地方 高雄现在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 那么在台北的大安区 他就是第一块砖码 就是你国民党好不容易这次选举 哇当选了这么多席 也弃出了这么一个小城墙了 本来可以把这个城墙做大的 结果你中间抽了一块砖 太好了 最好最好你李毅华 李毅华对大安区选民来讲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政治人物 这件事情不是李毅华的问题 是李毅华跟朱立伦门的问题 朱立伦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继续做他的2024的 他的立法委员选举的掌门人 然后他搞不好他还选总统 所以呢看得出这个门道的人就是那个 抢着要世代交替的那个徐小姐 那个徐小姐不是最近在那边大发雷霆吗 我看到他在吴子佳节目里面说 好小子刚这个政权是我们那抢下来的 哦是他们打下来的 结果呢将来你们不愿意 你们还要没收立法委员初选 这个是没收立法委员初选的一个征兆 而且是一个前奏是一个部署 将来呢费宏泰赖世保曾明宗 所有的老扣扣都会在台北继续的选下去 所以民进党请你有企图心 请你在这些地方都好好的提名耕耘 当李义华离开了他的大安区的这个委员的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大安区居民 拜托拜托你们民进党有点责任 你们就派一个服务的立法委员的一个服务机构 在大安区的每一个礼 每个礼拜给我们做巡回演讲 给我们做巡回的服务 因为我那个礼没有了立法委员 我不知道要找谁啊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机会 这也是一个坏的开始 这是讲万安根本 我今天有点想 我觉得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12月25号以后 搞不好真的台湾会有一个台北市首都市长 要罢免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能实践 但是从今天起就有这种感觉了 这就是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不值得新来的原因